我們看這題 它說液程把電鈴 這是電鈴 這個是脊椎 通電以後的話 這個脊椎就會產生震動 敲擊鐵片 就會產生聲音 把電鈴放在裝有抽氣機的中罩內 這個是一個中罩 進行下列的實驗步驟 通電後臨錘震動 電鈴發出聲音 這是假步驟 通電以後它就敲擊了 發出聲音 這是假步驟 走遠一點 會覺得聽到的聲音有些絕弱 它這個裡面 先有空氣 敲打它以後 鐵片推擠空氣 這空氣就產生震動 它把震動能量傳遞出來 先敲打中罩 中罩也產生震動 中罩再敲打外面的空氣 外面的空氣再把聲音傳遞出來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它聲音是四面八方都傳遞 所以傳得越遠的話 它能量就越低 所以它聽到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小 到最後呢 就聽不到聲音了 就裡面空氣全部抽光了 抽光的話沒有空氣的話 沒有辦法把能量傳遞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聽不到聲音了 好 這是扁 靈聲逐漸減小 這樣看釘 雖然靈錘繼續震動 但是幾乎聽不到聲音 就我剛剛講的 好 那麼它甲到丁 它的意義 回馬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看 比較呢 哪兩個實驗 可以說明聲音的能量 會隨著距離的見證 分布範圍的變大而減弱 當然是甲跟乙這兩個步驟 它在還沒抽空氣的時候 還沒抽空氣的時候的話 那你這個鈴聲響起 那你越躲越遠的話 你聽到聲音越來越弱 那那是為什麼 因為它往這邊八方傳 所以的話 它每個方向 分布的能量 因為它換我越來越大 就是每個部分 分布的能量就會越來越小 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它單位的面積 傳輸的能量叫做1 那你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這個面積 的所有能量 全部把它加起來 是固定的 但是呢 這個範圍這個面積 越來越大 所以單位面積傳輸的能量 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聽到聲音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呢 比較假跟乙兩個 來 先問問 我們這題 感谢观看